踩都没踩也行 那这边比赛开了 嗯 开头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基辅特警赛中国区区选赛 败者组 危机对阵CBECBO3的第二局 我是解说MARS传媒的For A Game 我是解说 三生 嗯 第一局的话 危机也是拿下了比赛 虽然说赢得比较艰难 依靠一个推进阵容 但是还是 过程还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最后还是优势建立成了盛势 这边一手办了光法 上把有选吗 对 然后现在打CDC的话 基本上都会办拍胸 有的时候还会办小狗 就是Flyby的这两个英雄打得比较好 Flyby一般就玩拍拍吧 对吧 拍拍玩的特别多 这些人最近的比赛的话 然后就是 哪有这种他得玩的 对 不过他这样去 针对性扮人的话 可能就要放一些 比较强势的三号位了 像这个版本的四大三号位 大鱼人马 猛马小强 肯定就要放一些出来 我觉得 不用没把都搬一样的 他都搬掉没把都搬人马 小强磨码这种没必要 因为他自己都放出来 他自己别拿一个 他自己可以拿一个 对 就看他敢不敢放 就是有的时候 对方的这个三号位 可能是 是一手绝活 他能够一击之力 带队这个取胜 可能不敢放 这边我看一下 这边三号位 羊 羊的话 猛马玩的比较好一点 相对于他的人马的话 上一局 CDC是没有办猛马 然后VG也没选 VG选的是那个 沙王带狗 请天徽方 进入英雄 我选小狗的话 车要稳定嘛 猛马这辆车还是不太稳定 猛马又放出来了 对 猛马和大鱼人吧 这两个三号位是放了出来 对 以CDC的性格的话 我觉得大鱼的可能性大点 因为我觉得 臭脚的猛马玩的不是特别多 好像 对 选大鱼人 这边的话 猛马讲到底还是要选的 不选的话 转过去便办了 这个BP的顺序 跟上一局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上一局也是这样来办人 然后CDC一抢大鱼人的 但上一局VG的选择是 小狗和萨尔连点 第一轮 还是一样 还是一模一样的 上把赢了嘛 赢了肯定是延续自己 赢的方法来选 对 上把VG是给HOM 打了一个偏4号位的干扰者 然后是给那个DDC 选了一个蓝胖子打5 上把大鱼也在吧 对 上把大鱼人是CDC一选的 大鱼的话 讲究竟大鱼打狗 还可以好吧 就是狗看完磨灭 以后再点灯 但是你这边有战装 或者那种炮台型 远程远程处处英雄才行 这个确实有 上一局他们是选了 戴泽加TB这个炮台 我觉得大鱼配SF比较好 影模式上一局被危机给抢了 大鱼配SF比较好 双减甲对吧 这二手没什么特别好选的英雄 一般远程法师的话 辅助没什么特别必要选的 拉比克肯定是不好的 狗哥现在大鱼人和黑咸的 这个三四的组合效果怎么样 老师看对面什么英雄 小狗的话还好不是很怕 因为小狗是一个烂线 比较强的嘛 别的近战 今天需要保的盒 就比较难受一点 因为小狗带一手磨免是吧 大鱼黑咸其实不错的 因为大鱼其实是帮一会儿 就走去游中去吃福嘛 对吧 然后黑咸等于高点再过来就行了 一开始帮黑咸渡过 那个一级的时候 那个难关 这边CDC第二手拿人 想的时间有点长啊 他第二手想了 这想了有一分半吧 再考虑吧 这第二手直接影响 他们后面之后选嘛 那这可能想选一个 比较重要点的 我要拿个罗洛克 罗洛克这个幅度还可以 别的辅助没什么必要权的 除了光法 好吧 除了光法 现在两手也需要强的话 感觉现在在辅助位上面 第一轮值得去强的也就是 光法术实干扰者和拉比克了 拉比克可能更多的都是针对性的 像对面有 人马 猛马 可以选个拉比克去 偷一下技能 针对一下什么的 团控的话就选一下 因为现在 in second harina 也不用挤得起 之前危机的话是伴了一首末日 玄悦的末日嘛 玄悦最近玩的比较多的末日 然后 船长 绝活嘛 这个比赛用的比较多了 凤凰是最近敲的比较厉害 但是也不是不可以选 凤凰碰点狗的话 也不是很好用 然后CDC跟上一轮一样 上一轮CDC就是 上一轮危机不是也是先选狗家干扰者吗 然后为CDC办的是土猫和屠夫 就针对这个HYM去办的 屠夫的话 这把还是 没车没车的话可以考虑不办 是不是想要这边会用到什么 10号为HYM的话 他影子这些他也不用的 他也有可能会用 上一局CDC是第二手自己选了利丸 不过这一局选利丸 可能有个大鱼人不是特别好发挥 大鱼是不是很怕利丸好吧 但是大鱼打三号位已经很怕小伙了 其实三号位 四号位这个英雄要选了可以动的 就是CDC四号位需要一个 节奏型的英雄是吧 对危机的四号位 因为危机的一号位和一号位 大哥是个狗嘛 这两个英雄压个大鱼完全就完全够用了 然后已经不需要 不太需要一个线上保人的 就是如果说 危机这边干扰者打这个 五号位的话他们四号位可以选个 像船长这样能动的英雄对吧 但是船长的话 那危机一般不会选 CDC选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看个人也看队伍吧 有些队伍爱使用 也就是队伍不爱用 现在CDC还是把猛马放给危机来用 看危机 就是看危机选不选 上一局也是 我在想CDC会不会拿 健胜加那个 健胜加船长 健胜被半了呀狗哥 健胜被半了是吧 还没注意 还半了是吧 我觉得他拿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健胜本来输出不够高嘛 但是有个大雨点灯的话还好 对 危机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半了 因为CDC是抢了一个 有无视猛眼控制大招的术士 然后危机这边干扰者 这个英雄虽然说很强 但是怕健胜 这边可以选一个猛马 加一个近战盒 这样会很猛 他猛马加 俄罗河就是双团控 然后猛马打三 然后斯拉达 打四 对吧 双团控加个大鱼 但是这样 线上是不是就稍微弱了一点 就是线上没有什么击杀能力了 打鱼人打四号位 前期不太好控到人 没有先手控制的话 就先死保优势路呀 嗯 死保优势路了 然后树士拉野 死保优势路了 啊 选隐次了 想了一下还是选了立弯 还是选了这辆车是吧 对 倒车的话只能这么早了 这边选了蝙蝠骑士 那这样大鱼人是个四号位啊 我觉得大鱼不像是 这边CDC三号位这种选手用的 因为他平时的话 不是很喜欢打用这个大三号位 这样CDC这局的控制的质量 其实挺高的 蝙蝠一个强点控 术士一个强团控 然后大鱼人也是一个团控 还加一个点灯 CDC这个控制这三手 应该是已经足够了 就看这两个大哥是 50秒的核心了 这局CDC选隐魔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吧 但是CDC这边打干渴的话 要带大哥啊 你的蝙蝠带 带窝洛克这种东西 没什么输出的呀 对 对吧 这345比较重控制轻输出了 一般你一手选大鱼 对面有小口的情况下 就尽量不要让这大鱼去打三 因为就算是一为一大鱼都很难受很难受 所以说这边牌子点了萌马 VG这个猛马加利丸是一个套路 他们是会让利丸带一个穷鬼尊去线上混线混经验 马格纳斯打野 这样他们打一个线上四核发育 因为狗加干扰者已经是可以占稳优势路了嘛 他们是 这是一个套路 之前打海冰赛的时候 他们用这个套路打过两次ehomek 这个套路最早用的话是去年2016年的时候 IGV最开始用的 对 IGV最喜欢玩利丸的 然后他有时候 他就打了种什么优势 林在钢山他就立网优丹 然后山后面去打野了 把这边选了个骷髅王 骷髅王好吧 狗哥你觉得骷髅王这个英雄 作为carryway在这个版本 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啊 他强吗 嗯 强也不是很强也不是很弱 但是他是根据这种来的吧 也这时候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CDC的这种你仔细一看 他是没有前排的 对 他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吃技能的 一种钱 这个窝洛格蝙蝶骑士和大鱼 都是不能吃技能的 骷髅王的话 之前VG倒是也挺喜欢用的 妖精会用骷髅王 别的队伍基本上都不会 考虑到这个英雄 是个冲衬型的英雄 基本上是个冲衬型的英雄 而且不怕吃技能 像魔法这种大的话 第一回我秒不死 但是骷髅王和小狗怎么说呢 小狗吸骷髅王血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骷髅王要出个刃甲 我让他把血吸上去 最后一首CDC要先选中单 然后CDC是办了奥地的黑鸟 应该是卡尔 卡尔 没什么选择 骷髅王丢到锤子以后可以接天火 对 所以因为骷髅王机上能力比较强 而且物理和骷髅王一个够了 而且中路打卡尔的英雄好像没有什么 还剩10秒 还剩10秒 VG选火猫怎么样这一局 还剩10秒 不错啊火猫还可以 火猫的话因为有萌马的分裂嘛 对 应该是火猫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好吧 不过CDC这局的控制有点多 CDC这五个英雄几乎是人手带控 还是选了火猫 这样的话 VG这个阵容是 马格纳斯授予力量可以给三个进战盒去加 猎王后期出了散尸之后 这个输出也是比较高的 萨尔1-4 然后CDC这边是五个英雄人手带控 但是输出点可能还是比较集中的在骷髅王身上 noises 输出点啊 输出点 不是 卡尔 卡尔这把输出很关键吧 骷髅王的话一般都是跳刀刃甲这种的话 输出来了比较慢 充点是伤害对吧 程型来的比较慢 因为骷髅王这英雄不怎么上场 这和打前速度不是很快 而团战输出就是比较有限的一个英雄 感觉CDC这局可能会出很多点心手啊 卡尔肯定是要出的 骷髅王术士都有可能会出 我觉得看局势吧 我觉得骷髅王可以考虑不出 因为他卡尔和沃洛克都出的话 他3.0手太慢热了 阵容太慢热了 那就要早点澄清出装备 先顶住前期吧 我觉得比较关键一点 这一局危机还是老套路啊 H1M的利丸 穷鬼都用混线 马格纳斯应该是 补这个寒铁爪打野 这一局CDC是玄岳的四号位大鱼人 带了一把粉 带了风铃之文 看他们能不能在线上 起到一个游走色尔的作用 打这种隐身系英雄啊 不要带太多的针眼 没有什么太多意 你就带个粉 你不啥都可以 他都不管你面前补刀 我跟你说 他只要看你上有粉 他就不管他你面前浪 有个针眼 他有时候还要把你针眼骗出来 对吧 因为他自己有针眼 可以把你针眼描返掉 我也喜欢他造成这样子好吧 利丸这个穷鬼盾 就是出门 我可能打个利丸 不喜欢买雄鬼盾 那么先自己买个针眼 然后买个圆盾 吃出大药 去混零食路 别差针眼 我觉得差针眼 把针眼吃了 这里边还有抢服 看一下 这个大鱼不在吗 抢到了 这很赚啊 术士有个针眼 但是放了也没意义 他们两个人 对利丸没有威胁 大鱼人是去帮上路抢服了 然后帮中路卡兵 没有管下路 这个利丸开局就比较舒服 又勾一下兵 你看这个利丸打的 CBC很难受 这个骷髅王还真的是 没什么办法 那是因为这边大鱼不在啊 大鱼在的话 他很难受的 对 这利丸有穷鬼盾 这波兵 应该是勾到了 扛着 这波利丸勾两个兵 但是勾叠有点伤 自己其实是残血了 而且兵没有勾到 没勾到吗 又勾回去了 对因为他后来进入隐身了 他没有继续去A这个兵 被术士追着点 相对隐身英雄不是很好勾兵的 他这个隐身的话 进行时间是六秒吧 他没六秒 哎 这秒吃了 秒吃 护吃了 护吃掉了 然后这边这个加也反不掉了 这个加也是封大爷的 那的话 这边我都没有大爷了 真眼用完了 这边的话很需要大爷把你生那个真眼 好 这也用过了 把那个粉浇出来啊 兄弟啊 对 这样的话 立完有一个隐身下落 就可以稳定混经验了 对吧 看一片皮鞋 让他发育好了 他现在是一个大爷 纯大爷 实际好 没 相对而言说 吃了这个火锅发育会比较快 你现在生日招火猫一起吃火锅了 马上 打完这波大爷好 要火猫过来 这个大爷是前妻直接跟卡尔打了一个双钟 强保卡尔发育 压制火猫了 干了还可以 火猫先就两个等 然后再往下走去找一下立完 不过立完是已经混到二级了 讲道理好吧 这个火锅该该该要吃了 那火猫就什么时候来啊 对 这个状态火猫跟大 跟某马正好适合去吃一锅 主要是火猫 火猫我不知道啊 火猫回去了没选择吃 火猫是把大药吃了 还是拱上来吃这一家门口的 直接运动个血吧 因为那猿都运动一组吃书 这样也不错 因为隔的不远吧 然后打下面这两波也 这两波也还不错啊 一个狼怪 一个大沙特 打员还是回中帮中 他没切紧锁拥去给了一个天火 啊漂亮 他这个天火好像是起到一个封路效果 这个范围正好是把火猫往前走那条路给封住了 他只要往前走肯定要吃天火 往回走就要被点 火猫这边好像特意走的味道还是 他是没往上走往下走的 对 会躲了一下天火 这卡尔就是看火猫 他往哪个方向躲 在那个方向的前面又放了一个天火 除非火猫走这个折线 不然还是要吃中 半天没把粉给过来啊 说是又自己买了一座粉 这边CDC扫描是发现了 但是这个粉没啥到 然后这边立完去中了 他看到大鱼人在中 他就在下落混经验 看到大鱼人来下下落不好混 他就跑到中路 这边想偷鸡 没什么机会 变鸟了 一玩这个英雄 前进想偷鸟的话 肯定要下位鞋 要不然就是5G以后 有机会两刀砍死 要不然这个鸟他砍不中的 我看一下这鸟过去他应该砍不死 鸟有10点护甲 大鱼人看到下落没有立完 再回到中路 中路卡尔23-9的补刀 火猫只有8-0 这局火猫被压得有点惨 被吃了 这边大鱼感觉到了立完再上 抱了一下 这边的话蝙蝠直接踢别走 上路这边动手了 被递了回来 有点危险 好像筐到了 应该死了 应该死了 对 他刚才被小虎减速以后直接TP 然后被递回来了 被减速TP肯定是要死 他带TP的话只能是等萨尔撇尺之后 撇尺以后马上TP才可以 他第一时间萨尔不在 在野区然后是赶了过来的 这边是立完看来这边大鱼做视野了 放了个信号 这个眼应该是看到了 可以描返 对 这边火猫是 少了一个 过来包了一下 诶 立 萨尔也来了 这个大鱼人肯定有危险啊 立不到有点远 嗯 二级撇尺 撇尺还CD 每集的CD长度不一样啊 前几期太长了 对 有时候你死了复活 TP时段还没好 羊的马格纳斯现在是混到了将近六级 改混线了 马上密法鞋 住上台5 让直接吹吹尔王拉对线 然后一个波无限化带血量 锤了一下 天火 有捧 顶走 小兵不多 如果多两个小兵的话应该就死了 这边这边建设死了 对 诶 还是死了 诶 这素质等级有点高 这两季的暗言树怎么这么痛啊 嗯 不过 他是把这个密法鞋买到了 不过你们发现没 他刚刚拱走的时候 大概还有180的血左右 对 已经动了暗言树的 等于这暗言树 刚才 我看他好像只连了一个小兵吧 对 只连一个小兵 然后暗言树差不多挡了200吧 再配合那个 自明连接 两个小兵 好像两个小兵 有个快死的小兵 嗯 这波死了就非常亏了呀 这波 这速师吃了一大半斤也嘛 长了一半斤 来者不惊 本来想的是是吧 我马格纳是马上六级 你骷髅王才刚五 我买个密法鞋 无限波 你这六招还没到 补给跟不上了对吧 对 要不然打回家打得很惨 那死了一波的完全节奏就不一样了 对 火猫六级 中复配合力丸 这边对卡尔是有一点想法 嗯 我估计也没什么想法 有点难杀的 那卡尔快点进手了 卡尔这把还是比较肥大 这边开悟了 这一波要绕终于三连魂嘛 直接三连魂打死他 大鱼人这边过来 感觉要躺一枪啊 过来补眼的 要死了 上路狗是抢咬蝙蝠一波 看伤害够不够 能不能打一个钻的斩杀 这个伤害还是差了一点 这卡尔的补刀有点高啊 卡尔的补刀是45跟小狗一样 结局是个无解肥夸 这边这个舒适应该要死 给到视野了 啊 但是大鱼人的位置 又没发现 再给框 大鱼人这波要死了 大鱼人连死两次 没钱了已经 这个大鱼人他是纯有走的 就是完全没有发育 他没有去补线 补刀只有0-1 就没有补刀 只是跟着这个 还没点凝手 还没急着让线 而且中路线 他处也站不住 上路狗又是咬蝙蝠 一波蝙蝠叫大招 说起这个无解肥卡尔 让我想起来 最近IGV是会给 拒绝者打这个卡尔 走中 IGV那边一般是打 最偏刷的那种位置 直接给拒绝者用 对 拒绝者也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作为个carry选手 打这个卡尔 打得也是非常的好 他打卡尔 经济基本都是全场的第一 而且都领先第二名非常多 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 看经济啊 这边马格纳斯的星期才2600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呀 比你想象的要穷一点是吧 他主要就下路死了一波 我跟你说他如果是只想了自己毒瘤 可能发育的话 大概9分钟打得快的话 9分钟就跳了 这边蝙蝠过来被撇视回去 然后上路逼塔 塔的血量很低 立元是发现了 发现了大鱼人了 可以杀这波应该 大鱼人已经死了 是不是死了 他已经做不了了 框是没有框到 这边专输人躲得比较深 让他不追了 刚刚给视野给好点 框框树里里面给个视野 火猫魂直接打 直接怼进去 马树开了呀 这波是火猫没有冲的吧 对火猫直接进去 留两个魂就可以出来嘛 对吧 留魂还能出来的 他们四个人 对面来的人来不了的 我都很没力了 要补 顶多踢个骷髅王 他肯定也来不了 那个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怕怕边踢泉水包的话 就比较伤了 狗哥一般这种顶级职业选手 他打野经验被分 能意识到吗 能意识到 秒杀粉 一般上有粉的 都知道的 蝙蝠这波是带了一个雾 但是他们其实还 他其实还是没跳的 跟大猿人想 做点事 立完是露了一下线 撒粉粉到了 粉到了 开箱威胁跑 骷髅王包过来 一脚踩到 没了 没六起啊 没大招没办法 大招的话 一般可以脱额三四秒钟 都存在时间 现在危机是 立完开视野 然后让马格纳斯刷跳 小狗也没有着急的 上立完这个车 这边的话 马格纳斯跳刀也快了 好吧 收完这种兵 再打过野 去能跳就出来了 这波是 CBC开了一波物 触手大招 加上一个蝙蝠骑士 这波开悟 应该还是找骷髅王 骷髅王是一个 本身带控制的核心 皮箱浪了一下 皮箱这边 是放了个大 抖了一屁一下 想骗下劲 在这晃对面是吧 对 晃对面 假装 通路卡被动了 秒了 通路是一个 下路动了 窝了个线索大 蝙蝠 有没有机会拉到 炸一下 羊是给大招 狗过来 拉住狗 这个致命链接 伤害还是很高啊 这个致命链接 给的很晚 他是把狗和 马贵纳斯全连住了 没有水 再一锤 但是被框了一手 没死 能不能烧死小狗 切了一下避张 立完有大招 能缓一波 走了 天火 躲开 达到的话 可能要死 又撒把粉 这边把这个立完拼死 但是 偷到了火猫的支援 马贵纳斯 补满之后又来了 不过这个地狱火 有点厉害啊 我感觉他刚吃芒果 垂一下这个火猫 是不是火猫会很伤 这地狱火在打呢呀 地狱输出的呀 对 刚才火猫火盾是已经没了 对 他本身男是够复活的 他直接吃个芒果 开避张山就砍了个火猫 我觉得火猫要出事啊 我还可能心里面想的是不想打了 因为队友是没有状态了 我觉得怂了 我觉得有机会杀这个火猫 好吧 对 现在就算把这个火猫交掉 也没事 能把火猫命换掉的话 他刚刚是不想死 然后分这条命吧 马尔大师有跳了 天灰下塔 嗯 这样然后卡尔经键还是选上低 但是你先这狗 你先的不多 对 这狗而且是一直在动的 这边的话狗又钻地完了 发现了一个大鱼人 嗯 死了 还踩到两个 没用 羊过来 窝了个人头 这波是五人的 五人 五人团因为他们知道窝都很没大 这波接不住 cdc接不了 多长的话 多长的话 可能都要出事 这边是一个满极的自明链接啊 卡尔能不能来 颠覆骑士 拉了一下猛马 但是没有叔叔能跟上 狗直接往里走 扫一个大招 大住两个人 位置还不错 再给一手波 直接踢走 啊 这边天火了 炸死了火猫 这边火猫秒了天火 这边全cd 大鱼人复活赶过来 把大鱼人撇视回去 但是先踩出一脚 这边卡尔都来了 又出飞风 还有其他门 有魔免 走了 这波危机是没有打赢啊 危机开团的时候 马格纳斯第一时间是没大的 这样马格纳斯虽然说有跳 但是这波大是没放出来 没机会放 然后火猫这个装备 感觉还是有点太差了 被骷髅一锤 卡尔一个定位天火 直接给秒了 而且有一点就是冲太深了嘛 就是说对面都来了 我没想到卡尔也天哪 大鱼已经活了 对 就是危机这边人 被动手的时候 其实危机没有什么 保护阵群的能力 他没有能够保护自己 被动手人的这个 反手救人能力 只有卡尔 马格纳斯一个大招 卡尔次 地名电剑的单位比较多 刚那一波 他直接地名电剑 直接地名电剑 直接地名了六个单位 还有小兵在里面 三个英雅 三个英雅特别伤 哎 小狗这边直接钻了一下又出来了 下路想了 想直接推吧这是 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直接就出来了 因为他看到上路有人了吧 觉得最下面些没人了 对,他感觉对面应该是上了暴台上车,下路应该就换塔了,直接出来拆塔了 不然打不动 这一局傲日的这个火猫是有点有点穷 看经济差,差不多吧,好像经济 这边离世里先一千多一点 夜眼建筑全面加固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天灰下塔,已被摧毁 夜眼上塔,已被摧毁 这边是换,哎,被秒破误了 撒粉,立完放大招 能不能给B一下 啊,秒了 这边还是不省技能啊,直接给了大招 蝙蝠掉大了 说我骗了一个蝙蝠大,中路能不能磨一下 中路这波应该有机会啊,这波是有车 卡尔格迪已经放了个陨石把兵清了 狗开摩免强拍 有没有塔防 火车很大的,这波血腹没大 不好拉梗啊 骷髅王是有TP 不要了,不要了,他不要了 啊,萨尔是放了个大招 马娜现在马上拱下来 火车很大,炸了三个 致命连接连了四个 全被连了 那这波危机应该不好打 好大呀 萨尔被不要了 死一个萨尔,对危机来说应该还好了 隐身神符 火猫吃了个隐身符 这边是看到了打野骷髅王 然后立完带狗想杀两次吗 想杀两次 先出来秒一次 想到底这两次可能就死了 诶,都死了 骷髅王是大招CD 啊,他打招CD 他之前是用过一次 然后现在只有一起打招CD比较长 这个都没有注意到 这波危机直接过来碰盾 对方的核心骷髅王不在 但是活的其实比较快 想到底没那么好打掉 他们素素没那么高 对 不敢打了 卡尔放了个天火危机就出来了 马上一波开悟 这波开悟应该是眼下开悟了 CDC有一个圣坛位置 比较深的视野 看到了对面这波开悟 应该是准备在高台等他们过来 嗯,这波的话 对面是术实没有大招 危机还是抓这个技能真空机 去打一波先手进攻 等骷髅王人走过来 骷髅王大招还有20秒 诶,这个蝙蝠骑士 火猫的一个强先手 大约被秒 那位置不好 卡尔落地被萨尔大住 再补一个减速 撒到粉 强秒卡尔 卡尔这个位置再被撞一下 也是死了 骷髅王这个地方被误 大招还差一秒钟CD 萨尔还没死 嗯,不过骷髅王是有大招 但起来要面对对方四个人 这边利丸也没死 又给一手误 哎呦,这波CDC有点崩 这个处是肯定要死 火猫还在追蝙蝠 这波位置在那不好呀 他们在等骷髅王走过来 首先窝洛可没大 还等骷髅王走过来 骷髅王大招CD 还有18秒 感觉这一波CDC 首先这一波CDC 是知道对面开悟了 而且基本上知道对面要过来 但是他们的人第一时间是不齐的 而且技能也 关键技能也不在 就是应对的不太好吧 我觉得这波窝洛可没大 他们打不了 他们首先大鱼没跳 走线大鱼没跳 其实是火猫王和火猫王都没大招 很难打得上边陌 中路仨有皮士 接框 把边陌西士留住 狗再跟上 这样咪咪咪再死一次 这波打得他好脏啊 这波经济 正负打了3000多 对 这波是杀了CDC5个人 经济是一下子 从落后2000到领先1000了 这波围棋可以打盾了 狗又吃了一个双倍 反一波眼 这波可以打盾了 他们本身有合刀视野 这波我都很大了 不想放呀 但是骷髅王又没大了 而且骷髅王很伤的是 他大招在一级的时候 死了两次 他这个大招一级时间非常久 是的 因为他是没有那个点凝手的 CBC开悟赶过来 VG是没有强打 大鱼是跳刀了 大鱼是跳刀了 这波可以打盾了 这边的操作 至少有7000个以上 这边他这个二级天赋点的是 加熔岩精灵数量的 我看拒绝者一直是加这个精灵获取的 国外队基本上都是点那个精灵数量的 中国队喜欢点精灵获取 精灵获取可以更快到25级吗 就是成型可能更快一点 快很多吧 但是好吧 这个熔岩数量的话 你不学的话 你一般的打团不想造这个精灵好吧 对 学熔岩数量可能他这局 是不是也是考虑自救大鱼人 加上小伙人的这个减甲去点小狗 这边开悟来偷盾了 有点灯 肉山本身是半血 对 应该打得掉好吧 我感觉好吧 应该是秒打的 对 打得很快应该是打掉了 但这一波危机 感觉是要过来 卡尔在盾看 利丸怎么说 找到了一个蝙蝠 直接给物减速撇斥 蝙蝠死了 术师放大救一下 没救到 这个地狱虎两下就快白了 三下 这波打不过了我跟你说 吹风磁暴的位置还不错 利丸是放大招 狗被炸了一半的蓝 但是狗技能cd快好了 火猫再过来捧着骷髅王 骷髅王大刀cd也又死一次 骷髅王的这把有点问题 骷髅王这一局 在大招只有一击的时候 死了两次了 火猫有跳刀 再过来找人 卡尔切了个隐身 刚刚好吧 送个蝙蝠 还可以接受好吧 偷了个盾 死个蝙蝠还能接受 还有骷髅王呀 对 再死个骷髅王就不能接受了 对 感觉这波cdc虽然说打了盾 但是他们亏了 我觉得骷髅王要出扔甲 别说连接到呀 我不知道他不出扔甲 他团队输出在哪 一个物就废了 这波狗是被强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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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一本开过来被锤到 接着天火死就死了 现在是肉杀也没有 两边应该是要进入到一段刷钱的时间了 凹日的火猫是直接做了一把跳刀 没有做纷争 准备跳刀直接出飞鞋了 好 没机 補好了 这个火锅就被开悟了 这力玩挡住好大 应该就是准备好了要破对方物之类的吧 cdc这一局的针眼买的比较少 cdc应该不想开悟了 cdc要发育一下 cdc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吃等级的 也比较吃经济的 嗯 别老想来开悟 我发育的话 vg这边 有马格纳斯授予力量 火猫跟小狗刷钱 应该也是比较快的 马格纳斯是做了一把引刀 中路 蝙蝠先手是没先手到 想d d d的位置 时间没算对 对 撇尺的位置也撇早了 时间4秒前吧 是4秒吧 没算超的话 4秒前 4秒前4秒前 4秒前还在跳的位置呢 sd时间没给c 你c的话就不及得d了 好怕等会丢失视野了 中路cdc抱团还是想推 哎 马格纳斯把骷髅王拱到了一二塔之间 但是自己被先锤 大招没放出来 有大招 羊是没放大 还是放了 单打一个骷髅王 打死一条命 大云这个位置要陪葬了 哈 这个陨石的伤害很高 小狗再给减速骷髅王强行吸一波血 再开魔棉打第二套 边不骑士被打死 骷髅王这个位置被框的 送不了 妖精也完成了一波三杀 我都可怎么死呢 我都可大招没杀 直接没秒了 对 术士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术士这边是被火猫给切了 被火猫杀的 被火猫杀的 对波秒狗 我觉得咕噜王起了以后 打口不太好 而且他没刃甲 我就说他没刃甲 骷髅王 血多小狗一下就吸上来 而且这个小狗这把特别肥 等级很高 17级的狗 28吧 小树这把等级已经起得很快了 他没学了个30%经验 或许学的话可能已经20级了 人呢 在 我在看这个 莉丸补经济 莉丸是 要再补散尸 但是被大鱼人发现了 踩到 点灯 但是兵很多 给个大招 躲一个伤害 结果莉丸应该死不掉 对 气得难 一般杀莉丸不敢花太久时间 马格纳斯开个引刀过来找人 萌马这个大招C率还是比较短的 110秒 感觉很快就过去了 这个真眼正好发现了萌马 双隐身了 感觉他快 早点带宝石啊 CDC这边 又点了个真眼 马格纳斯回头拱 没有拱到 但是补了一手撇士 说着直接放大自保了 这个大算是放空了吧 三下 三下 三下把这个地狱火给点了 小狗的经济 强袭差的也不多了 差一千多 又钻了一波力丸 这边VG节奏还是 节奏点比较多 他们这两个发育核心 往后起打都比较厉害 火猫现在经济也烧到全场第三了 这是前期非常惨的一个火猫 CDC最肥是一个卡尔 但是感觉卡尔这一局无论出什么装备 都是不能被蒙瓦控 一旦被控到的话 他还是要死 不管出什么程度都要死 打不到了 这是他的 打到了就算掉 下落一本TP 蝙蝠骑士 正好 TP之后马上跳 还是被抓到了 还是被发现了 还是被发现了 拉住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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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咬死了 他拉住可以帮自己 争取几秒的空间 让队友赶过来 但这波可能CDC就不想打 危机这边应该是杀人打 杀人这个破塔了 他刚刚拉住的话 可能也会被立完收掉 立完是满局 闭着刚闭完 闭完放的大 然后拉住的话 大概还差一刀 然后立完闭回去一刀就成 嗯 再破一个二塔 现在经济差其实很小 只有1500 经验 危机领先了4000 但是感觉这个局势 应该是危机要更好打一些 达到后期的话 这个局势危机非常好呀 这无限空盾的 这狗已经处理不了了 他这种不能处理狗的 现在 主要大哥是个骷髅王 我选骷髅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狗 骷髅王去处理太难了 我只能说 对而且 我们看危机里面肥的是 小狗 第1号位 然后火猫这个经济 是可以稳健的刷钱去补起来 然后 CDEC肥的是卡尔 这个骷髅王的经济 是比火猫还要惨 装备比狗要差 骷髅王如果装备跟狗差不多的话 应该是可以打的 装备差就打不了了 嗯 骷髅王打狗的话 看队友的 就本身骷髅王单对狗的话 骷髅王对狗是威胁不大的 狗就是拿骷髅王吸血用的呀 这隐次也快散失了 散失之后 加魔马一个兽有力量 这个隐次的输出也不低啊 关键是有这一把是有个魔马在 要不然我觉得这一把巨魔还不错 打狗的话 巨魔跟狗对的话 狗也不过 嗯但是巨魔是近战容易被猛马限制对吧 骷髅王大招是可以挡一波伤害 再站起来打 一开始我想说他选这种的时候 猛马是不是他自己这边可以三次选 别选这个蝙蝠 他就是双团控 双团控和轮件很多的 三团控 他选的话就是大鱼人 术士加猛马三团控 对啊 而且有巴伏加成嘛 对吧还不错 但是 这比赛里面我们看大鱼人跟猛马 还是不常出现的 不常一起出现 其实仔细想想不是特别冲突 只要看你核心输出这么位置 这两个都是一个控制 对 如果这边猛马在CDC这边的话 骷髅王的经济跟输出应该会好很多 这边猛马跟SA在先后打 这边猛马想出林肯法球了 好吗 嗯 林肯已经快有了 我看团队经济的话现在 也只领先两千块钱 就是说你现在并不是很多 对 这边CVG团基本上一直在赢吧 算是 好吧 这把CDC很看这个小树龙的发挥吧 嗯 中度这个骷髅王 好像是被VG包了一下 立完带狗 看到了骷髅王 但是大鱼人在旁边蹲 这边找机会 这一波应该还是肉山团战吧 肉山快要刷新了 两边都是在肉山附近僵持 主要是这边没队友 VG这边 直接动手的话 队友跟不上 火猫还在刷 现在VG是四个人跟对面 在肉山附近僵持 让火猫一个人带线 这样火猫刷的会比较舒服 火猫的魂是留在中路的 然后这边中路打起来是随时到 这边立完的话 这个位置 火猫第一时间来不了 盾还有不到一分钟 很多时候英雄都不用急着点天赋 像你玩这种他就没有点天赋 然后他是先把技能点满了以后再点 所以说技能点比天赋点要重要一点 有时候看天赋属性了吧 这暴团守着个盾 我还是把点击手憋出来了 30多钟了 这个点击出的有点 有点慢呀 没办法 这个英雄比较缺等级 火猫的英雄 很要等级 这边VG是开悟了 打一波先手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大鱼人这边是先跳踩 但是舒适放大招是断了一下 马格纳斯顶一个人回来 骷髅王交一条命 这边卡尔被点死了 卡尔是吃了某碗一个大拱 这波就打不过了呀 垂里下马格纳斯但是不敢打 被TC留住 狗袋往前跟 有减速 减速给到开魔面 解掉术师的减速 严死骷髅王第二条命 还有一个边不骑士 也中萨尔的C 但是P是CD 跳捆 这边是 CD这两个大哥死了 VG的人感觉有点横冲直撞的意思 已经冲上高地了 这火猫在高地上面玩 玩这个TC 这波 看VG是破二塔B高地 还是破二塔空盾 这波关键是羊在后面 把卡尔给大住了 大住顶回来之后 顶到萨尔大里面 这卡尔不是被秒掉了 这局卡尔这个林肯 是没起到作用 吃了猛马一个大招 一个顶一个萨尔大 全是面伤害的技能 路直接破了 破了都被打盾 有暗面强性破了很快 就是感觉这一波CDC的这个 经济啊 是最肥的是卡尔 不是骷髅王 这两个人经济如果换一下的话 会好大很多 这两个人这样经济 感觉两个人都很容易死 先拆圣坛 这团战有点无解 好吧这边摩马大马云又好了 这个盾他们还不想放 CDC这边可能还要出来跟人打这个盾团 这个盾CDC没法不放啊 他们术实没有大招这一波 骷髅王也这波没打 骷髅王这一波43秒 大招是恢复不好的 不想放呀 但是问题是不想放 放了感觉必输啊他们觉得 这一波马格纳斯大招还差两秒 已经快好了 维基熟了 维基这边也算不到骷髅王大招的CD的 这边还是想打盾 这边的话摩马大已经回好了 CD已经好了 摩马回去补状态了 喝的多水 大招已经好了 基本上技能全齐 除了效果状态没满以外 这个无所谓 效果状态不用很满 感觉现在维基跟对面野外开团 马格纳斯只要给三个近战盒上好兽予力量 开团的时候输出的量级不在一个档次上 维基的输出比CDC要高很多 这边天火杂到 那是一点来不及了 强行打 这边大鱼人是白天有跳推 在边看 萨尔放了一手框 这框的位置不错 大鱼人过不去 马格纳斯 这边打两个人回来 打三个人回来 接萨尔大招 漂亮完美 三个人都要死 骷髅王这边要死了两场命 Inflame直接叽叽了 直接叽叽了狗哥 直接叽叽了 我知道呀 这团已经打不过了呀 这骷髅王选的不好呀 这把 好 这样恭喜VG是2比0战胜CDEC 晋级到了败主主角赛 将会再次面对IG 狗哥你觉得VG再碰IG 谁的胜算稍微大一点 VG再碰IG吗 对 我觉得 看阵容吧 我不知道呀 我觉得两边打的差不多呀 都打的挺好的 好 那 恭喜VG 等下一场吧 谢谢 谢谢 谢谢